大家好 3月10日星期五 老規矩 這個節目是星期四下午 現在港股已經收市 4.05分 跌百多點 成交相當之鎮 971億 剛剛跌穿了2萬點 我經常說 如果你嘗試用一些外力的方法 去頂住股市 短時間內是可以的 但當你一長時間 其實你將那些 如果那件事是虧損的話 你只是將虧損攬到自己身上 簡單說一句 你給予一個機會 人家屠然離開 譬如他97元 買了阿里 跌到七十多元 那就很害怕 但你用錢托上去 他現在就離開 然後你拿了一些虧損 短期是可以的 但長期是不可以的 已經剛剛跌穿了兩萬點 大家小心一點 很多讀者當然想說 關於李卓人的太太 鄧燕娥女士 回到香港 被國安拘捕了 遺憾呢 這是一個地產節目 今早上我會在Patreon說 大家加入了Patreon 記得聽 大家看到封面 前幾天我在Twitter上看到 其實在Twitter上有很多 那些所謂的新聞 你都要抱有懷疑的想法 即是說那些訊息 未必是一百分之一百是正確的 在前幾天我收到 都是胡亂看一些東西 沒有什麼人跟我Twitter 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用Twitter 都是胡亂看一些東西 追蹤一下財經 我看到有一個報道說 聖工會原來很有錢 即是管浩明那個 當時的管浩明 未發生陳同佳事件 即是未有反送中 Twitter都列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封面 原來聖工會很有錢 他不只是有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基督教會 都是很有錢的 有錢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他買了很多豪宅 買了大量的豪宅 這個也不是重要的 有錢 你知道我怎麼用 特區政府還沒管我 何況你們的YouTuber 但問題是 你這麼有錢 為何還要賣其籌款呢 他準備3月18日 接下來的3月18日 很快 3月18日就是下星期六 賣其籌款 你這麼有錢 為何還要賣其籌款呢 還有一件事 特區政府是否要設定一個項目 究竟哪些才能做賣其籌款呢 當然大家都明白我想說什麼 他都會設定的 不過那些一定可以 一般窮到窮的 他都不會給你賣其籌款 但問題是 如果你 即是說出來是這樣的 你是一個教會來的 那為何你要這麼多豪宅呢 那你說我買來收租 這樣也沒問題 這個有錢你自己決定 那你就不應該再賣其 那待會我們會講一下那些資料 即是我自己也有檢查過某些資料 那一會跟大家分享 今天也有多少地產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 那鑽石狗就沒有什麼變動 都是123% 那美銀也沒有什麼大變動 其實那48% 那待會我們也會講一下 關於那個加息的問題 那一月份的收費版 已經放入網址 那大家點擊 Youtube 下面的連結 進去看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封面 那待會我們去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講一些 其實我也做了一些功課 我也做了一些功課 那大家看到 螢光幕就是陳同佳和管浩明 那根據這個報導 這個報導其實也是管浩明自己說的 管浩明現在是立法會的議員 那也是聖工會的董事會主席 那他現在本身是住半山豪宅的 那陳同佳就是教友 那根據管浩明所說的 現在陳同佳是住在一個深山裡面的 那究竟是否住在他的家裡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深山和半山都可能是同一個地方 那大家看看右邊呢 這個叫做聖工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那籌款呢 即是賣的籌款呢 那麼打一個牌頭出來 也是幫助小朋友的籌款的 那這個問題是 大家看到右邊呢 你也會下一條的 你看到 嘩!這麼有錢的 那我們一會兒去到那個熱門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說 好了,那我們看看上個星期六 就出了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的 那大家看到好像升了一點點 但是呢 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就是美國現在 應該還會升一離至離半息 無可否認地 即是無可抗力 這個字真的無可抗力 這個香港一定會加息 這樣的話 對樓市更加差 對樓市更加死 因為你加息 本身的人 都已經沒有什麼買樓意欲了 那你再加息的話 其實更加死 那大家看到在報道裡面 即是經濟一路這樣吹 那 全面覆常的了 那二月的成交量就飆了三成 那還說三月呢 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我們看看實際的市道如何呢 那實際上呢 就是兩天之後 那立刻在這個經濟就看到了 原來他所說的好好呢 二月份 是有九十單虧樣那麼多的 那創了有紀錄的新高 那最大單呢 就是虧1.4億的 那大家看左手邊那個呢 比較我個字大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甚至 虧得最傷的就是 亞洲紐黃山頂豪雜 Mont Nixon 那四年虧了一億四 那你也不要說不誇張 那很多都是千多萬 二千多萬 二千七百萬 那些這樣虧的 那你見到可能成交創新高 那些人要出貨 那些人要出貨 那另外呢 商鋪和商業樓宇呢 那個情況呢 繼續是差的 那大家看到這個羅素街 之前呢 就是三百萬的 之前這些珠寶店鋪呢 是三百萬的月租的 那現在多少呢 現在六十萬有交易了 那為什麼中間沒有交易呢 那中間的人是在憧憬中港完全通關之後呢 那很多內地人會下來買珠寶的 就是你看一件事呢 那些辭請商場呢 那麼多年的人呢 其實還在按摩摩摩摩摩 你問我 中間的老組六十萬就租了 對不對 你想想一件事 我六十萬租 如果即使租兩年呢 我先拿回你千多萬吧 就是你不要說 他有沒有錢還是沒有錢 喂 那他有錢也是這樣說的 別人可以便宜租到做生意 你自己又可以收到租 那何樂而不為 你擺吉了其實是沒意思的 擺吉了不會創造利潤的 好了 那我們看看第二個了 銅鑼灣這個更慘 這個呢 85呎的湯舖 大家看到 我應該是 不知道什麼地方 可能因為私隱問題 不方便登出來 大家看到 因為你是銅鑼灣的街店 10年前多少錢買呢 774萬賣 現在多少錢賣呢 162萬 又是跌八成 就是剛剛兩成多 跟剛才的一樣 一樣是跌78% 那你想想 是否誇張 好嗎 好了 那我們看看大集團又怎樣呢 太古都可以釘得 太古估計 今年的人流會好 但是甲級寫字流的需求 仍然疲弱 好了 另外一個也是大MASA 九倉 九倉所有的業務都放活 中國香港的所有業務全部放活 正利潤多少呢 按年大跌92% 真的大九倉 只有8% 那你怎麼搞 是吧 好 螢光幕這個 就是准許我插一下插槓 這個東西 其中一個 簡約公屋的選子 就是在這個小艦 大家看看下面這個 有一個油庫 還有一個選子 原來這個選子 就是在油庫隔離 你說 十年都不逢一潤 哪裏有火燭 原來不是 原來我們這樣想 連我們都死了 雖然它附近有豪宅 有海景等等 但是 原來它距離一個 兩個很大的油庫 只有50米距離 走過對面便到了 原來這個油庫 在前年曾經發生過大火 基本上幾乎發生大爆炸 現在暫時只有一條路 可以讓消防車出入 如果這條路一隔離 一發生火燭 那便自生自滅 大家知道那些是貨櫃屋 差不多 好像漢多士一樣漢 所以問題就是 大哥 你也不要亂來 你不要放這麼危險的地方 大哥 大家看看 就在那兩個油庫的下面 那你一火燭的時候 最慘的事就是 消防車不能進入 是吧 很多事情急就張 根本甚麼都還沒有搞 希望做出成績 不要理會 先建立 那你也要照顧安全 如果能派到你住那裏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如果只有一條路出入 萬一衰口臭火燭的話 是不能搞的 因為那兩個是油庫 大哥 你一爆上來 不是野小的 當然 每個地方都有風險 但起碼是 消防車能進入 你看一條路 消防車不能進入 那怎麼辦 是吧 是吧 好了 大家知道 有時候我早上去大發活 那些吃東西 有些人在門口站著 他在想甚麼呢 就是想吃早餐 吃貴兩元 還是便宜兩元 其實是真的 我曾經 看到這個 大家其實在網上 你輸入這個聖工會 即是物業 你都會看到這個Twitter 很簡單 現在網上一找便找到 我曾經都懷疑 究竟這些是否真的 有些說的 有些說的 都未必是 即是未必是事實 我只知道 第一 三月十八日賣期 是真的 因為我看過聖工會 即兒童院的網頁 第二 就說 管浩明 住半山豪宅 和陳同佳住深山 我也看過這個報道 這個應該是真的 另外 明報就說聖工會 有九千萬數五個豪宅 這個我不肯定是真的 所以我接著 就進去不同的媒體裡找 我發現 其實這裡所列入的 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事 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事 另外聖工會 福利協會 總幹事李正儀 他的年薪是三百多萬 即是他每個月是二十六萬 在大佬 差不多特首那麼高工 沒有特首那麼高工 但也很高工 在下面 你看到 這麼多物業 很多都是豪宅 西半山堅道 保林角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尊環 還有一個 官堂道 鴻圖道一號 的工廈單位 是嗎 好了 究竟這些是堅定留 我們看看之前的資料 這就是香港01在2018年的報道 2018年 當時未有反送中事件 也未出現陳同佳事件 當時已經有報道聖工會 用了一年半 用了一億去買樓 招稅三成 照比當時的嗜號 當時的管號名 是有承認的 有承認的 我們看看另一個 這個就是01 這個就是明報的 這個是明報的 聖工會九千萬 掃了五個豪宅 是不用給佣金的 2018年11月26日 管浩明曾經答過小記查詢 就說 按下架很正常 當時管浩明已經是聖工會 教省秘書長 這也是明報的報道 聖工會 在2018年第一季 用一億五 掃了十個單位 大家慢慢看 我就不讀了 簡單說一句 Twitter所列的 基本上七成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馬上有一個問題 為何還要賣期 你也這麼有錢 對吧 問題是 你掃了豪宅給誰住 當然 這些不關我們 是別人的教會問題 聖工會是基督教的 但問題是 你這麼有錢 不應該再去賣期 對吧 你應該自己掃錢去幫助小朋友 對吧 我沒有說錯 坦白說一句 我覺得很多賣期的人 需要你幫 所以很多時候我在Patreon 都跟大家說 我寧願什麼 我寧願去北河同行 明哥 如果走過 買幾個飯盒 買兩支水 或者飲品 你站一會 就有人來拿 有人來拿飯 我明明確確幫到人 最簡單 對吧 我又不用想 究竟賣期的是誰 究竟那個人有沒有錢 會不會賣期的那個很有錢 對不對 說很有錢 你還要我給兩元買枝旗 現在沒有兩元買枝旗 也要五元 有些我看到給十元 給二十元 對吧 其實一件事 你需要幫忙 比他多 因為香港有多少人 有這樣的豪宅 還有一件事 你基督教要這麼多豪宅 來做什麼 對吧 給誰住 或者買來收租 當然 這些不是我們要你的東西 我有錢 你會催嗎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這麼有錢 還要賣期籌款 我覺得會比較奇怪 對吧 我又沒有叫大家不買期 那你自己決定 你喜歡幫助小朋友 你就決定 我自己很簡單 免得一件事 我自己想前想後 我直接下去買飯盒 當場見到有人拿走吃 就行了 我幫了別人 對嗎 對嗎 另外一個我們要講的 就是 這個 的士司機老齡化的問題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孫玉咸 就是之前 何建輝這件事 就是搶人才 然後 有案底 也讓他來香港 說他沒有要求 大家看到 七老八十香港 是不是還要駕駛的士呢 為什麼會突然說這個話題呢 原因就是 之前 有個85歲的司機 在北角的士 撞傷途人 五個受傷 那一件事也挺嚴重的 危險駕駛 只有五千元保釋 交出這個駕駛執照 問題 現在就開始社會關注 其實這個 之前我和我老闆 即是黃先生 我們有談論過這個問題 即是說 年紀大 但是 無論駕駛的士也好 自己駕駛也好 是不是需要定期去做身體檢查呢 我們得出的抗股純也是需要的 黃先生不是大我很多 但我四五年 即他現在差不多六十歲左右 或者五十九左右 我們已經當時討論這個問題 年紀太大 是不是不應該去駕駛呢 即不要說是商業車 因為你撞到人 就不是你駕駛的士 或者是私家車 你撞到人就是撞到人 即是突發性心臟病 抽筋 眼睛看不到 之餘此類的事情 都在路面上會很容易發生危險 左邊有做過調查 過去四五年 其實你看到六十五 五十九至六十五 六十至六十四 五十四至七十歲以上 這幾個組別 其實他發生駕駛以外的比率都是很高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說 2021年範圍應該會更多 當然 当然,年轻一点,发生意外的机率是大一点的 大家看到最最高的就是20至24岁 他这个印错了,应该是60至64 65至69,以及70岁以上 简单说一句,我当时跟黄先生说 应该60岁以上,总而言之你是有车牌的话 你就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身体检查 当时我们是这样说,我想2014年左右 即是60岁以上,你每年如果你有车牌就要做身体检查 如果你身体检查是不通行的话,那不好意思 你的牌是不可以继续开车的 田北辰说70岁,其实70岁太迟了 很多人60岁已经有心机梗塞那些东西 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碰到人的问题 或者是你车上有乘客 那你碰到巴士便会被骗到 对不对? 如果那位小巴士司机,你一有事心脏病发的时候 车里面那些人会陪葬的 对不对?70岁太迟了 我们觉得60岁就应该要做了 阿田北辰说75岁之后停止续牌 我也不反对 因为75岁的年纪真的大 年纪真的大 我反过来说,如果75岁或以上 你真的要出一个很好的健康报告 才可以给你续牌 如果不是,sorry,就不给你续牌 有些人75岁是很健康的 但麻烦你真的要出一个健康报告 健康报告要完美的 如果不是,sorry,不可以继续验车 无论对自己或路面上的行人 或者你开的士、小巴的乘客都是一个保障 好了,性工会就这么有钱 孩儿童有限公司 好了,那青少年是怎样呢? 调查,有四成的青少年自认是贫穷的 他们认为月薪要71.6 才能够有生活开支 跟现在刚刚调升的最低工资40元 基本上是差很远的 我也计算过的 譬如你做省工,71.6 加加买买 如果一个月翻20天工到每天8个小时 当然,如果你翻足了,就不是叫省工 每天8个小时大约是1万多元 除开30天,每天是300多元左右 其实差不多 因为你在香港要出街 其实基本上,你两百五元一天没有走鸡 两百五元一天是没有走鸡 如果你要出街的话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现在香港的青少年是很难向上流的 很难向上流的 国内那些我们不要说了 国内更加连工都没得做 所以我都应该看到多亏 大家看到东方的前几天 四成大学年轻人性应贫穷 大学毕业大约差不多 大约大约应该大约万五到达 大约万二三至万五到达 外约大约万五到达 大约万二三到大约万五到达 大约万五到达 大约万四成大约万五到达 大约万四成大约万四成小时 都没有工业、商业 每天都去人财市场 由早到晚,不能搞 但你不去又不行 因为你要生活 所以我们老早已说 你的最低工资 40元是没用的 你真的不是70元 我觉得70元又高 你怎样也好 50元是最低要求的 大家乘一乘 要是400元 那你400元 你一个月要过万的 你要回25天 才有万一万元 那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 所以得出最后社会的现象 就是没有人生孩子 大家看到 现在的经济重担是很重要的 所以百分之七十四的港人 都不会生孩子 现在很多大灵类 我们叫做 四十多岁 都不结婚、不生孩子 这些是比比街市 大家看到 辞婚 接着祸居 接着学校有难争 接着社会气氛又不好 很多人又移民 有些歧视 九万多样东西 那些人一定是不生孩子的 那 林郑的五年 再加上李家超 还有几个月就一年 劏房的数目 现在全香港是十点八万间 我们之前报道过 是未够十万间 很快就已经是十点八万间 五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十七个百分之 所以问题就是 哪里有人敢生孩子呢 你看到这种情景 另外 中国更奇 中国一样是不用生孩子 一样是不想生孩子 那些人 这个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资讯科技大学教授 他叫做祝年庆 我不太认识这个人 他怎么说呢 就说 如果有家庭肯生三个小孩的话 就颁上一个光荣证给你 这样就救了光荣 那谁来生孩子呢 那你怎么说呢 你颁上一个光荣证给他 没用 但他没钱养 哥仔 你现在都没工作 事都没得做了 又要还债又要盛 那怎样生孩子 生一个 你都死了 不要说生三个 神经病 你当然可以 你大把钱 好了 关于这个 之前政府说 抢人才去英国这个问题 那么特区政府就打算修例 可以引入海外的护士 那为什么要修例呢 很明显 应该就是 他进来香港做护士的资格 应该是大幅降低的 你说 通常都是引入国内的 我觉得这个又未必 为什么呢 国内都不够护士 不是引入阿沈 是引入护士 就是政府注册的 训练过的护士 我相信国内都不够 那有没有人下来 如果肯有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做护士 和国内做护士的人工 是差很远的 好了 那有没有在外国 吃蛇齿饼中回来的 其实都有 都有的 不奇怪的 会不会引进俄罗斯的护士 我不知道 或者会不会引进塔利班的护士 他说海外护士 你不知道哪里 塔利班的护士 俄罗斯的护士 是不是 会不会呢 不敢说 但我估计主要是国内的 通常都是什么呢 就是亲戚 就是儿妈姑爹 那些 究竟他之前是否做护士 你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些是 服务一定的年期 可以在香港正式注册 大家都要预计 香港的医疗质素和排名 应该会很快一直下跌 好了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情况 而回顾新加坡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访问了 新加坡几间大学 例如国大 南洋理大 新加坡管大 和新耀社科大 又访问了大约75.8%的学生 有12,000人 刚刚毕业那些 他们都说 就业率 入职的人工 他们都相当满意 所以你看到 新加坡的情况 的确比香港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资金进入 因为有资金进入 有得发展 建物流中心 或者是机场 你跟香港一直跌下去 坦白说 有得选择 可以的话 我也去过新加坡 是热一点 基本上和香港差不多 我去过两次 是吧 说到这里 我们要谈谈 一些查册问题 关于赛天讽 我们不再重复 但是他老爷 前家翁 居然有间公屋 还有一个豪宅 居然可以去陆表抽居屋 当然 当然田绍就窮追猛打 追着房屋局的常秘 王天宇 就是仁光莫这个女人 那王天宇就怎么回答呢 他说 喂 第一 陆表是说明不审查的 即是陆表是没有资产审查的 但问题就是 没有资产审查 不等于他可以犯法 对不对 因为所有公屋 如果你有个人物业 都不可以住公屋 他还有一个豪宅 好了 他就被田绍执他 他说 哦 我们不能查他的 因为一有私隐 大家要明白 现在我们 一般来说 正常你付钱就可以去查册 网上也可以 好了 但现在就不行 现在就说你查册 基本上要申请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连你都拘捕了 你看到 我记得那个叫什么 梁玉玲 那个叫做 国外就是这样 即是他去查册 可以连他说他侵犯私隱也可以 可以是 所以问题就是 不是我们不想去查册 但一来要付钱 二来 他有机会告你侵犯私隱 你没有权去查 现在只有警方才可以查 所以问题就是 他就立刻 拿了个党箭牌出来 有私隐的 我们不能查的 那这条例用来做什么呢 那田北辰说得对 你又不能查 他又不能查 那你立法来做什么 你都不能查 没有意思 那你以为他自己去 即是你以为他自己去承认 哦 你拘捕我吧 我本身有个物业 有个豪宅的 我现在有一间公屋 还跑来抽居屋 你拘捕我呢 我犯法这样 那你立法是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呢 对不对 简单说一句 如果你想查一个人 有没有犯罪记录的 那都是私隐 那你立法来做什么 那便不能查 是吧 即是我觉得这些官是真的 痴狗线的 那你立一条法律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是私隐 犯罪记录是私隐 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事是私隐 你去过哪里都是私隐 你之前在哪里做事都是私隐 那如果一样都不能查的话 那需要立法呢 立法来也没有意思 是吧 所以这是多余的 但这个问题 告诉大家一样东西 就是说 现在是不可以让你这么轻易查册的 即是如果你去查册的话 分分钟一样东西 他查回你转头 为什么你要查册 接着连你都抓 当然了 除非你是地产代理 你都还有个挂名 我要查 但我们那些去查 以前是可以的 我们给钱就查到的了 网上信用卡过数都可以的 现在如果你不是代理去查的话 分分钟连来都抓 好了 那我们当然要说明日大禹 我们首先不要说 这个陈建波和林超英有什么火拼 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政府 这个土地发展局 就是想偷偷地修例 不是过林超英一栋 而是过香港市民一栋 现在这个发展局 建议修订多过和发展相关程序的法例 其实简单说句是什么呢 简单说句就是 现在政府收回这个土地 用来做发展 基本上 你一定要告诉别人 你发展的是什么用途 什么时候要发展 这个年期是什么 你也要咨询 譬如说 你那块地 本身我用来做 建一个 已经是一个足球场的 或者你现在是打Golf的 那我现在收回你的地 那我用来做什么 我用来建房子的 那块地是有用的 好的 但是一样东西 我收回来 我再做Golf 那你收来做什么 是不是 但是现在它是打算修例 简单说句 你不要管我收你的地 用来发展做什么 总而言之 我可以收你的地 你也不需要管我收你的地 做什么 也不需要管我收你的地 什么时候去做 什么都不用管 也不用咨询 我说收就收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主要用来做什么 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明日大嶼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 将来2047铺路 我说收你的地 就是收你的地 你不要管我做什么 将来可能出现一件事 如果你和政权有问题 我就连你的地也收起 加上国安法 然后收你的地 那什么都不用玩 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说句 就是 权力无限大 大家看到 其中一个 你这样的修例法 当然是绕过城规会 城规会整个废业都没有工 对吧 大家看到江玉宽怎么说 政府打算修例 免交代 就可以改土地用土 就是我做又可以 不做又可以 我收回用又可以 不用又可以 我来做什么都可以 你不用管也不用管 总之我说收就收 江玉宽就说 你抵触程序公义基本法 就是简单说句 你收回来 可能放在这里 你用不理我 我放在这里 我终于不让你住 你吹吗 对不对 其实都可以 甚至大家看左上角 你可以定了画面 政府打算在收回土地条例里 新增一个叫十六两条A 容许政府可以收回土地 作任何临时用途 不切时限 这就不是临时 以及可以改变 以收回土地的原型工资用途 用作其他替代用途 无论新的临时用途 或者替代用途 政府均不需向土地前业主交代 亦都不可以让你上诉 亦都没有申索 亦都不需要配套监管 什么都没有 政府只需要罕宪 以及在网页发出公告 只会有关更改土地用途 甚至他不做事 无时限都可以 你看看右手 田北辰说 喂 你连期限都没有 我不喜欢给你 我又不喜欢去发展 我放在这里 你吹得我吹吗 我就是不给你 为什么 因为你反政府 所以没办法搞的 谁去投地建楼 谁还来香港买楼 你反政府 可以 你是穿屋 我收了你的地 我是不做事 但我就是收了你的地 你的房子要拆 你不要理我怎么做 因为你反政府 所以没得玩的 不用玩的 你看到 不会有人来买楼 谁买楼 你改成这样 就是天下无敌 是吧 所以你看到当时的港英年代 英国佬的确想得很公义 其实人家是很公义 就是 他现在简单说 你不用理我 我做什么 我喜欢收就收 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变相 如果根据他这个法例 根据他这个法例 根据他什么都不做 对不对 是真的 我现在建了三个人工赌 为什么你不建东西 呢 法例规定 即是法例写明 我没有时间限制 我可以二十年都不建东西 也可以 对不对 我建了这个赌场 然后就收工 那些钱就运送上去 买了材料 建完之后 收工 搞定 有没有人建东西 没有 那就怎样了 就变成难了 法例是讲明的 法例是讲明的 没有时限 他也没有需要交代用途 遲些才想 二十年后才想 就是这样 是吧 一定是短期和明日大遇有关 好了 另外我们讲一些国际消息 大家看到这个 你还想指议 香港有一些 即是美国的资金入 我想你也不用质疑 美国的民调 美国有一个知名的民调机构 叫做GALUP GALUP 他做了一个民调 就说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 是持续下滑的 基本上 85%的受访美国人 对中国人的态度都是很差 都是没有好感的 只有15%有好感 在俄乌战争之后 50%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最大敌人 反围比俄罗斯更大 还有 受访人说 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不断上升 有77%的受访者对台湾有非常好的好感 47%认为 未来十年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是会严重影响美国利益 所以台湾问题 不是美国的内政问题 是全世界高科技供应的问题 绝对不是中国自己本身的问题 也不是台湾的问题 因为你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我又不去问我在美国的朋友 因为问他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美国太多年了 他根本就不会留意这些事情 他差不多已经是 四分三个美国人了 他六十多岁 他有四十多年是在美国的 你问他是多余 因为他已经 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说 他已经融入了美国了 他不会留意歧视等等 通常你新去那个地方 才会留意到 你住了这么多年就没有了 已经是 你以为还有外国的资金 会进入去 现在中国的想法 就是 怎么说呢? 初期的时候 就是算了 就是没有增长就没有增长 不要少就行了 好了 慢慢地就是 算了 少了外资也好 不要少那么多就行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 如果少得多就行了 算了 少得多也不要紧 不要离开就行了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 你看到 去年 其实添曲少大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继续留守在中国 搞到 iPhone是有需求的 但是出不设计 今年大家都看到 其实 富士康 或者其他 美国公司 已经 在东南亚 或者印度 开始了 设厂 已经超过一年时间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一年半 去年 苹果开始 在印度销售和做机 基本上 增长是很强的 现在印度市场 就等于 98、99年的东莞 但是印度是民主国家 当然 有很多贪污 有很多强奸 等等 这些地方都有 但问题是 它比较民主 起码它有个制度 也是民主 不是假民主 也叫做民主 所以 跟美国的理念 基本上是相近的 所以你看到 今年 今年 2023年 苹果打算 在 富士康 打算在 印度 做2000万枝手机 我相信会加速 因为现在 看到它做得不错 另外 印度市场 购买一些比较便宜版的iPhone 也是做得好 或者一些穿大式 外资外企 更快会流出中国 香港作为中国 汇入汇出 在中间 赚差价 或者中间 赚一些游说 我相信 今年 2023年 可能 进出后 香港 是由头衰到尾 都不出奇 那基本上 你真的不用说 楼价 你真的不用说 楼价 不是开玩笑 我们不要说 李静人太太 回来香港 就被人逮捕了 即使不是这件事也好 你又加息 加上你的生意又差 你中国的生意又差 即是你背靠着一个很厉害的 就没问题 你背靠着一个药煲 就没办法 另外 德国更快 话声未完 在秋季之前 德国说 由移动网络里面 拆除所有 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拆除 大家看到 你安装也要拆 我记得 我2020年做过的节目 我都已经说过 我不理会 你华为的设备是怎样 你将来 一定要安装也拆出来 现在就是了 你即使用了华为 你用了华为的伺服器也好 Data center也好 全部你帮我拆掉它 我2020年已经有节目说过 我说 你最后结果就是装了 你也要拆下来 现在就拆下来 对不对 你看德国多快 一谈好 这个肥婆走掉之后 立刻全部拆掉 大家应该这两天都有报道 华为在2018年 2018年 当时是最好的年纪 当时华为是很有钱的 整个中国也很有钱 想起几年之前 中国多威风 对不对 哪一个我拆掉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大两把钱 我大两把美金 对不对 这个就是港元 应该是当时 华为在英国 劍桥买了500亩地 稍后给大家看过 那当时作价钱 10亿英镑 当时 用来做AI 但事隔五年之后 喂 喂 你应该要 他给了三千七百万磅 英镑 喂 你现在要上升 你不上升 就没有了 那华为呢 居然说 喂 我正在评估 你给了三千七百万英镑 即是给了三亿七港元 为什么 你还问他九亿多英镑 他何来会给到九亿多英镑 之前给的那些零头也不够 虽然零头也不够不少 因为当时三千七百万英镑 即是三亿多港元 那又怎样 打了水漂 别人不会退带给你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 那个细节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报导 华为秘密 不是秘密地去做 而是秘密地去做 就是说 别人提他 一百年 五年 已经是 那便用三千七百万磅 买入了英国Campbridge 一幅土地 五百英镑 大家都知道 华为用来做什么 建计资料中心 人工智能 之类之类 那便在2020年批准了你 那便钱进入了 好了 那接着呢 你现在三千七百万磅 你是十亿英镑 那便是零头 那你还有九亿英镑 你要扔进来 扔进去英国 继续建成人工智能 但是呢 华为呢 在内容里面看到 将土地改为评估 现在都不开工 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现在华为是没有可能 拿出九亿英镑 你说九十亿人民币 我都相信他拿得出 但是我不相信他拿到九亿英镑 除非是国家拿 他根本没有钱 那便是各自 就是这么简单 你想想 连国家都没有钱 他叫做民企 实际从政府千丝万楼 怎会有钱 九亿英镑 大佬现在给九亿英镑 对吧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123%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 3月份可以付费订阅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会谈谈Hermes的下集 接着就是恒生银行 和英国国家电力供应 着槽我们会留下4月份说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片尾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是星期五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记住看我们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恐怖 拜拜